字幕製作人 好那假如說我打一個House 他可能就會有House的Kids這樣子 這個是可以連動也可以 你把它拖進去Project裡面 這樣是 好這是完整的Pattern 所以我想要先有大鼓就好了 然後我就可以 我就選一下 然後記得我們要拖進去用之前要按這個鈕 就是把Pattern Pattern跟那個音源的聲音是分開的 這樣子拖進去的時候他們比較不會有一些奇怪的現象 因為他們有共用一些音像你看這個低音 低音這邊如果像這個A聲跟這個B B0這邊如果有音的話 他就會分不清楚是你要打這個Pattern還是這個東西這樣 所以你這個按下去之後他就會分開 他就會只去trigger樂器這邊的聲音 就是他會把它分流的意思 好然後像這個我們還有Procussion 我們等一下再加 我們可以聽一下他這每一個是什麼 這個有冤情的大鼓我先來放進來 就是我要的冤情大鼓 OK 如果你覺得這些內容對你有幫助的話歡迎分享出去 也可以在下方找到加入我們社團的資訊 如果你要購買軟體或者是我出版的Cubase大百科 購買的連結我也會一併放在下面 我們下次見啦